学佛是什么 学佛就是学佛陀 佛陀是法的圆满 它体现着 学佛陀就是学法 学习什么 如果我们真的对佛陀有信心 那我们就看佛陀怎么做就好了 学佛嘛 就学佛陀 也许不敢说学的圆满 但是有多少就多少 学佛陀是最有智慧的了吗 不用气自己 绞尽脑子 很多聪明 佛陀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敢说 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佛 因为只有一尊佛 才能够了解另一尊佛 你不是佛 你不够 没有人有资格去衡量佛陀 除了佛以外 其他的大弟子 也不够资格去衡量佛陀 更何况说 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佛陀有什么东西 有些什么样的品质 哪一些 他是不做的 哪一些是 不属于佛陀的 我们是可以 这方面倒是可以从 三章里面 找到答案的 但是准确地知道 佛陀的层次境界 他的美德 那个是要另一尊佛 才能够彻底地做到 好 那佛陀是怎么样 佛陀是很真心的 非常的真心 善良的 非常的善良 他不会搞一大堆的狡猾 知识 不会 复杂 不会 佛陀在受苦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 佛陀是忍耐的 当人家毁谤他的时候 把自己的犊子 放一些木 弄成大大 然后呢 说 佛陀啊 你要不要对我 犊子里面的孩子 负责了 现在 你现在在这里 活得很快活 你都没有想象 我们的孩子 那佛陀怎么办 佛陀跟他说 这件事情呢 只有你跟我懂 他讲 对啊 这件事情就只有你跟我懂啊 就完了 那佛陀 怎么办 这种情形根本是 没得好证 就是佛陀就是忍耐 不说 让他自己的因缘 自己起作用 当然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业 也没有这么严重 过去也因为毁谤的业 过去毁谤 毗子佛的业 也消到七七八八了 那剩下那么一点点 就忍一忍 他就过去 那有那些天上的天神 来帮佛陀化解 变成老鼠 去把那个绑的那个绳子咬坏 马上那个母就掉在 那个毁谤的女子 金家的那个脚上 那当场那个毁谤就 被识破了 这是我们看佛陀的态度 佛陀就是忍耐而已 如果他的业 他就忍耐而已 他如果要处理 他也是以合理的 合法的方法来处理 当他自己的社家族 因为满心 得罪了另外一个 未来的王 他后来那个王子 后来成作王的时候 为罗达巴 要去灭社家族 佛陀一次一次的 尝试去阻挡 三次的 第四次佛陀在 关一下姻缘 第四次 他在真正期间 转转那个姻缘 是社家族的一些工业要成熟 没有办法 等不了 佛陀只能忍耐 佛陀也没有说用大神通去抵挡 用他的神通力 这个不是这种事 这种是姻缘的事 如果那些社家族的恶业要成熟 佛陀也不能做什么 是自己的民族 但是他不能做什么 他也爱护他的民族 要给他们度化 教他们法 但是如果他们的医药承受 他不能做什么 因缘是非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相信 佛陀是真正 世间最有智慧的了 圆满的智慧 的抉择 那我们不要尝试 比佛陀聪明 比佛陀厉害 佛陀怎么做 我怎么做 所以有一种很单纯的思维 在生活中 当你有什么困境的时候 有时想想 佛陀如果在我的处境 他会怎么说 他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没有人准确的 可以知道佛陀在我们的处境 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是佛 只有佛才会 一尊佛才会知道 另一尊佛 但是当我们这样子 问的时候 通常我们已经把心里面 我们对佛的认识 带出来 也就是说 把我们心里面 对法的法带出来 带到最高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 不能真正知道佛陀的 度量佛陀的 那个智慧的层次 和慈悲的层次 但是我们只要问 佛陀在我的处境 他会怎么做 那就很简单 马上就会想 哦 佛陀在我的处境 哦 你就会想 佛陀不可能生气吗 佛陀不可能恨人家吗 佛陀不可能报复吗 这些都是我们从读经里面知道的 佛陀从来都不会做这种事 佛陀不会让自己的心里 再增加苦因吗 就这么简单 哦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 就会活得 好好的 就会 不要 掉进烦恼里面去 所以是这样子的 有些时候 生命里面的一些委屈 总会发生 因为我们自己的业马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做一个善良的人 人生短短几十年 真赢了也如此 输了也只是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 输也没有什么东西的 赢也没有什么东西的 是不是 一下也都这么过去 何必在 德赦那篇级真赢而输 受点委屈也只是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受了委屈 我们更 从此就 在生命里面更认真去思考 生命会更成熟 而从此 能够走向光明 很多人走进佛门 也都是因为 受到一些的 启发 对吧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点这样的经验 但是 我自己也是 小小就看到苦 年纪小小就可以懂很多大人的事情 所以 就会懂会思考 所以是这样子的 最简单讲 就是不要把心变得太复杂 如果我们能够承担 能够多忍耐一点 很多问题 很多想 绞尽脑子的转来转去就不需要了 很多这些转来转去 是因为我们想要逃避 我们做过的业 受着带来的果报 我们又想要逃避 这个才是会让我们变得很复杂 如果我们 来 我们就忍受一下就好 忍受不是消极 忍受是勇气 我们忍受了过后 我们想 我能做什么 我能够做的 我就去做 没有消极 缘起智慧 不会消极 因缘智慧 因果智慧 不会消极 是宿命论才会消极 因果论不会消极的 因果论是 好 我人类 这是果报 可是我现在能做什么因 这个因果证件 要建立起来 让它成为我们思考的一部分 让它推动我们 让我们积极 让它成为我们的信心的权延 因为有因果 生命有希望 因为有无常 生命也有希望 很多东西会过去的 会过去的 就在刚刚 有一对夫妻来见我 那个丈夫说 师父帮我看看 帮我的妻子 她睡眠不能好 不好 每天游历孩子 游历什么 我那女孩子怎么样了 我还是已经 在国外 医生 医生 眼科专科 那叫医生 但孩子我好担忧的 又毕业了 她也不知道 我就是会很担忧 睡不着 每天 也没有什么烦恼 她丈夫还会带她来见我 很好的 孩子也好好的 她那个孩子我也见过 蛮好的医生 很庄严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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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做母亲 你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到了一个 很像一个奇怪的年龄 就是天天会恐慌 怕丈夫怎么样了 怕孩子怎么样了 这样子 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 很奇怪的一种 我觉得可能一种怪的姻缘 怪的业 然后我就劝她 我就跟她说 这些东西呢 什么姻缘啊 旧发 姻缘 深旧发 姻缘没有 跟她讲法 我讲没两句 她就给我打断了 就冲着来 也是很奇怪 你讲什么 她就听不进去 她就一直在讲她的问题 你讲答案 讲解决方法 她就讲问题 后来我就想 我跟她讲的话 总是讲不完 没有几句话要讲得完的 我要讲什么法 什么法都讲不了 要讲法要解释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 一直打断你的话题 你根本没办法跟她讲法 我就在想 怎么办 我就给她讲 讲完然后讲 师父怎么办 我就跟她讲 我没讲两句 她就打断了 她完全没有听完我的答案 她就打断了 通常我的答案 可能只讲到 百分之十 她就已经打断了 她心里很糟动 我就在等 等一下她又静下来了 她讲了 看我静下来很久了 师父怎么办 我又开头讲 她又打断了 真的很奇怪的 真的她心里面 不是她要的 不是她要的 她真的是把持不了自己 这时呢 我就想 我一定要用 最简短的方法 完成这个使命 对吧 你要把一个 两句话就打断的人 你不能讲太多话 我给你一个咒语 你听天听这个咒语的话 你的病就会好 咒语 很高兴啊 咒语嘛 咒语都不会很长了嘛 咒语很简单 然后我刚才讲 如果你天天有 不管你什么苦的时候 几辛苦 你恐慌 你睡不着 你就念这个咒语 这个咒语是什么 你们要听吗 想不想听 这个咒语就是 听好来啊 一切都会过去 想将他做什么 然后呢 每一次我讲 你有困难来的时候呢 你苦啊 你睡不着 你就想 一切都会过去 想将他做什么 我讲 记住 他等一下又忘记了我 他又讲 那怎么办 我讲 就是念这个咒语啊 他等一下又 他又掉进他的问题 怎么办 师父怎么办 我讲 刚刚就是那个咒语 就是那个咒语 然后讲 如果你忘了我的咒语的话呢 你就 你就问你的 我叫他先生 你帮你的妻子 记住这个咒语 他一忘了 你就提醒他 这个咒语 一切都会过去 想将他做什么 然后呢 后来 他一直问我 还要跟我要答案 我讲 就是这个咒语 然后他就回去了 然后呢 我叫他这个先生 讲 你一记住 就是跟他讲这个咒语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呢 回去 两个月后 他来见我 师父我的病好了 我真的可以睡觉了 我可以睡觉了 他很高兴 整个人也光彩起来 还在带着他 孩子从国外回来 啊 咒语管 其实呢 这个咒语 不是来自我 来自佛陀 佛陀在临终的时候 佛陀像什么 因缘和赫尘的东西 都会熄灭 一切生起的东西 都会熄灭 都会坏灭 一切初心都会坏灭 心绝吧 不要放异 一切都会过去 其实佛陀临终的时候 讲的这些话 就是他一辈子的 教学的总结 他一直来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看清 生命的真相 看清生命的什么真相 是圣地 苦跟苦因 苦跟苦因 是什么要先像 无常苦无我 简单讲就是生命 无常苦无我 再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其实 他就是生命 圆生圆灭 那最主要是 看他的灭 因为他会灭的 佛陀教我们 度众生的方式 就是 在《转法轮经》 佛陀就讲了 YATA BUDDA NYA RADASANA 如实自见 如实用智慧 去看见 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佛陀不是叫你洗脑 叫你怎样 不是 洗脑不管用 要了生托使 不能靠洗脑的 要靠你自己 看清真相 佛陀教的 这一切的方法 接听会的 就法 就是让我们 每个人 自己看清真相 他不是搞洗脑的 现在师父在这里 教你认真法 也不是搞洗脑的 就是想办法 让你培养 你的心的力量 让你有一天 心能够产生光明 你自己看吧 不要说 不要说 师父告诉你 无印皆空 不要说 经典讲的 佛陀在 KALAMA SUTA 里面就是叫我们 要亲自 不要说 因为书本讲 你的老师讲 谁讲 你就相信 佛陀给我们 非常强大的 思想自由 彻底的思想自由 都不是搞洗脑的 KALAMA SUTA 杰拉摩金 不要因为你的导师讲 不要因为那个人跟你很衰 不要因为他是传统 不要迷信 当你亲自知道 什么叫亲自知道 所以他教的法 一直都是要教到 我们能够亲自知道 因为在佛教里面 只有你亲自知道 你的信心才会不退转 不是因为洗脑 你的信心会不退转 怎么洗都不管用 你亲自知道 你开 睁开眼睛 看到灯光 睁开眼睛 看到太阳 星星月亮 那个时候 人家怎么逼你 你也没办法 你自己知道 所以 YADAMUDA NYANADASAN 如实之见 第一部经 转法论经 佛陀就直接的 讲出来 如实之见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方法 他用来度众生的方法 其他的所有的一切修法 都是要达到如实之见 不能如实之见 你就见不到法 你就不是真正的东佛法 所以其他的什么法门都好 一定要达到如实之见 看到究竟真相 就是这样 所以很单纯 看到什么真相 基本上真正的彻底的真相 只要一个真相 你真正看得够彻底的话 那么呢 很多苦恼就放下了 什么因缘和合成的东西 都会熄灭 都会坏灭 这个就够了 这个真相很可贵 因为我们不知道东西会坏灭 或者是没有去明白它 没有去深入 就体会它 所以每一次抓着 好像是抓得那么紧 这是我的敌人 其实你敌人会死的 这是我 我会死的 这是我的感受 感受会过去的 这是我的不如意的遭遇 不如意的遭遇 已经过去了 这是我的杂念 当你醒觉你的杂念的时候 杂念急事已经过了 为什么 心事是不可能同时 一心跑两遍的 它可以好像一心两用 现在你看起来 好像又看到师父 又听到师父在讲 其实你看到的时候 你没听到 你听到的时候 你没看到 它只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如果你以后 当你有一天 你修到能够看心路过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甚至可以放慢来看 可以重看 这是很特别的一点 我们心的奥妙 你可以重看你的心路过程 已经发生过的心路过程 你要现在要看你 五年前的心路过程 可以看的 你在看的时候 眼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 耳门心路过程没升起 耳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 一门心路过程没升起 它都是不同的刹那 那么呢 那一个刹那的心 它不能自己看自己的 所以如果你说你要知道 我的心升起成心 其实你已经看过去心 你观察的心 知道的心是一个心 烦恼心是另一个心 所以当我们说 你醒觉你的烦恼 你已经在克服烦恼 是什么原因 因为很简单 你醒觉你的烦恼 那个醒觉心本身是善心 智慧心 所以你如果一直在醒觉 你的智慧心一直在升起 一直在升起 那个烦恼心就没力了 它就一直中断 中断中断 中断的东西就没力 重复的东西就有力 连贯的东西就有力 心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一直给它中断 一直醒觉它 过一阵子 这个东西就没力了 它就没力了 反正是你的醒觉和智慧心 越来越有力 它连贯 过后这个问题就克服了 如果你醒觉的是善心 那么是怎么办 你一醒觉善心 目标是善 醒觉心也是善 善加善 它只有更善 如果醒觉的是恶 醒觉心是善 那么这个醒觉心一连贯 那个恶自然也中断 也消失 所以醒觉心本身就会 消除恶和增长你的善 心的运作是如此的 这个是可以印证的 以后你们修下去 你们自己看 只要你的修到你有定力 有智慧之光 然后呢 这是可以引导你们自己看 自己的心路过程 那你就了解 哦原来心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运作的 好 那我们再看 Vaya Lama Sankara 一切都会过去 那这个有很 有潜 有圣哦 潜的 就是啊 你看这个人会死的 这东西会过去的 我的感受会过去的 这个树也会掉下来的 会枯黄的 桌子会坏的 这些东西也会坏的 这个是你知道 可是在比较概念的层次 你知道 它会过去 这个醒觉已经很有帮助了 我们能够醒觉到 东西会过去 我们就不会这么纠结 它会过的 人家误解我也会过的 不需要想太多 所以那个咒语 其实也是在讲真实现象 但是如果我不用咒语 它不会那么神 那个人的心里 不会那么神 你要讲成咒语 它就心里比较神 哇 咒语 咒语 就很有信心 因为它都不想听了嘛 咒语 我给你咒语 其实我们原始佛教 是不讲咒语的 不教咒语的 最主要是教那个 保护精巴雷达 但是呢 我就讲咒语 不要紧了 你用什么招牌放它 只要那个东西 吸引它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讲的是真相 一确都会过去 那想这样都做什么 想这样都做什么 没有什么好想 它都会过去的 你去想它也没用 果然它一直醒觉 每一次它起烦恼 睡不着 一确都会过去 想这样都做什么 什么都会过去 这样子 两个月过后 它就没事了 它就病就好了 因为真的 如果我们真的 醒觉生命的真相 还有什么东西 你放不开 对吧 你真正去想 我们如果要讲 中国人五千年历史 就是以前 三国战争 战得多么真实 战国 战国时代 春秋时代 战得那么真实 那些英雄浩杰 去了哪里 就是 黄土一杯 对吧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 那个骨头 已经混在泥土里 也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 什么委屈 你真正去想 你一辈子 什么委屈 还留到现在 有什么委屈 没有的 只是当时 你当成好像 很大的事而已 过去就没有了 所以 反正你醒觉 反正 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放掉 再不放掉 你死了 再投身 你还是要把它忘掉 你重新来过 如果好命的话 再做一个婴孩 那一重新 又忘了 或者是投身 如果是出身 也会忘掉 就太累 投身到天界 如果你一开始 投身到天界 你享受的时候 马上被那个迷惑的时候 你也不会要 回忆你的过去 只有少部分的天神 他一投身天界 他会想 怎么来 我从哪里来 他们那种本能 就能够 他们 对他们来讲 回忆过去 不是很难的 这是本能 一想 他就回忆了 因为他们是化身 当然不是全部天神 是化身 比较低的天神 还是有 还是有 投身的 还是有 经过那个 胎的 但是高层 是一天的天神 他们都是化身 所以化身的话 很多东西 如果他要回忆 就很容易回忆 经过母胎 很多东西就忘了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呢 你知道 全部都会过去 到头来 你要不要放 只是早放 直放而已嘛 真的 你想一想 你这一辈子 很多东西 是我们小时候啊 为了什么东西 我们哭的东西 我们为了 一些苦 受的委屈 到今天 你想想 也没什么大不了了 所以 要忘 就快一点的忘 这是一天 所以 如果我们醒觉到 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就没有 再多挂癌了 这是一天 好 这个是假使你 相信师父告诉你的 这些法 那些真相 至少 或者 或者自己有所看 或者你对 因果轮回 有点信心 好 就算你真的是 不相信因果 就算你真的 对这个因果 有所保留 或者是对 这个 轮回有所保留 我们也没有说 这样子就说 你要你有什么 你有你的权利吗 思想自由吗 对不对 即使是这样 还是有一个态度 可以帮到你 生命里面 少很多苦的 这个态度是什么 务实的态度 务实的态度 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处境来了 我能做什么 我就做 我不能做的东西 不要苦恼 我苦恼 如果我的苦恼 能够帮我 把问题解决得好一点 那 尽情的苦恼 但是不能 对吧 你看如果一个人死去了 你怎么哭 也哭不回来 对吧 能够帮忙吗 帮不了 那就不要哭 就是这样子而已 很多时候 哭是要做给人家看 希望人家觉得 我 有时候也是满足自己 而且生前 他生前 我没有好好的对待他 现在如果不哭一下 心里过意不去 要哭一哭 或者是要花一点钱 让人心里觉得好过 是不是 我自己的 有一个亲人 就是这样子 孩子时的 想到 哎呀 以前我就逼他读书 逼他什么 然后他谈恋爱 又跟他讲 这个女朋友不好 一直逼 总是要为他 讲长远的事情 但是他二十多岁就死掉了 二十四岁就死掉了 然后呢 突然间觉得 如果早知道他活不了这么久 就放他嘛 他要打电子游戏 给他开心一下就好了 当然我不是说要放纵 不是叫你们去放纵你们的孩子 但是呢 就是有些时候太多的压迫啊 总是为了一个未来 问题是他 你都不确定他到底活得到那个未来 没有 对吧 所以呢 怎么样 我这个亲人 他就 他就 孩子车祸死掉了 哇 很伤心 然后总是觉得有点亏欠 对孩子的亏欠 结果他怎么办 就想办法花钱了 要花钱了 其实 他都知道了 他自己知道了 他自己知道了 其实 没有 没有问题的 我也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是没有东西的 只是人死了 你能做什么 而且你有那些不必要的花钱 没有作用你烧那些金子 他也得不到 只是你倒不如做一点不自回乡 不管他得到得不到 至少活人得到 就是 但是呢 他不行 他总是觉得有点过一步 要烧一些东西啦 或者是 自己也不相信 但是他觉得我烧了过我 比较开心 然后就找人家 找人家勾魂 勾魂知道吗 其实那些勾魂 十次 九次都是 不是真实的 也许有一次两次 如果那个 人死了 还在做鬼 还在附近 也许也许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微薄的作用 做鬼 勾得回来的都不是好事 让我告诉你 勾得来的都不是好事 好的话 他投身天界 他也不会给你勾 如果是投身到那个母胎里面 怎么勾 如果投身到畜生胎 畜生的胎里面 你怎么勾 能勾的最多就是 鬼 所以你们那些勾魂 没有好处 如果他做鬼 你就回乡 做功德给他 所以 温柔 他就是觉得 花了一百钱 花了几千块 觉得 那些人我比较好过 后来我问他 你都是这个心理嘛 对吧 是啊 因为我觉得亏欠了 因为我不花钱 所以这也是不实在 这是因为自己的心 如果你很实在 你知道 这个没有好处 这就不要做 那么伤心 也没有好处 你去为他伤心 没有好处 好 如果自己的过程 错都已经错了 你现在能怎么样 是不是 如果能够的话 就让自己更有承担力 面对那个果报 最好是无我 那个我越大 受的伤害越大 我们每一次受伤 都是我们自己的 我让我们受伤的 我的至尊 至尊 现在人家还引以为傲 这是我的至尊 我的尊严 我告诉你 这是最傻的 如果有人 拿起刀逼着你 你从我的胯下转过去 如果你不穿过去 我就要你死 你要尊严吗 我告诉你 那个尊严没什么价值 爬过去 活下来 以后 当然不要报仇 不要报仇 不要报仇 但是呢 我觉得生命比较可贵 对吧 什么尊严这样大件事情 尊严能吃饭吗 对吧 是不是 我们其实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苦恼 对我来说 我绝对不 毫不犹豫的 真的 如果是刀指着我的话 转人家的胯下 这什么大不了 转过去还是 什么还是勇者 我觉得了 我觉得真正的勇者 是不会在意 这些东西 自尊也没有用 自卑也没有用 这些都是我们 都是阻碍我们不发挥的 没有智慧 没有用的 实实在着 然后你一样子 如果你用务实的思想 你就会觉得 这没什么要紧的 这不重要 命质问题 这样重要吗 命质问题 不是这么重要 实实在在 我的生命得到好处 我真的真的进步了 这个才实在 我帮到人了 这个才实在 所以如果你能够 有一个务实的思想 你其实可以看到 很多我们的行为 是没有需要的 伤心 伤心不能够解决问题 担忧也不能解决问题 对吧 也不能解决问题 是不是 很多人都在担忧 当然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呢 如果你的担忧 不能够让你解决问题 甚至让你更加 六神无主的混乱 不能 不能 不能想 但是担忧不能够 把东西变得更好 那就不要担忧了 就是 记得生命里面 有些东西就是无奈的 有太多太多的无奈 因为有种种的因素 不在我们的把质 掌控以内 所以让我们把所有的经历 和心力 和智慧 和慈悲 用在我们能够把握的范围 然后把它做得最好 再不能 就只能忍受和接受 但是一定要经历而为 因为是因果论 不是说明论 我们现在所做的因 还是可以 很多时候 还是能够把那个 平衡调整 还是能够改变一些 所以现在还是要做 还是要努力 现在的因 我们还是要努力 但是如果真的努力了 不能的事情 你不要在那边烦恼 不用 这是一些很简单的 生命的智慧 好 那么 那这样就可以解掉了 那我们什么烦恼来 我们就想 什么问题来 你说这个苦因 苦因不会帮到我 那就不要 你养成这样子训练 苦因也不会帮到我 不要 烦恼也不会帮到我 不要 你就从务实的角度来讲 就已经 你的生命会改变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 从务实的角度来讲 很多你觉得 帮不上忙的东西 就放掉它 没有作用的东西 就放掉它 单单务实 不要讲相信因果轮回 单单务实 你的生命就会快乐起来 快乐很多 少了很多的痛苦 跟烦恼 如果你能够有 因果的证件 和轮回的智慧 证件 那就不一样 让你的眼界会更广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的眼界 锁在一个很狭窄的时间 跟空间 好像现在就是 这个世界是永恒 所以我们就很苦恼 其实新跨越 更长远的时间 跟空间 无始以来 有什么苦 你没守过 结果都过去了 如果现在 没有做好的话 未来还有 数不尽的苦 要承受 要忍受 我们什么业都有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下地狱的业 我刚才说的 包括我自己 都有的 只是 我们要承担 通过修法 如果你真正成为 出国圣者 虚拖欢 那么呢 所有堕落苦戒的业 它就不会 不能够起作用 因为那个智慧 已经把那种业的效果 已经废除了 它不能起作用 是这样的 还是会有业 但是呢 不会多了苦戒 好 然后 增强自己的承担力 如果自己的心 少一点自我 就没这么容易受伤了 没有这么容易受伤了 心转一转而已 其实很多时候 人家骂我们 侮辱我们 其实当他侮辱我们 当我们知道他侮辱的时候 侮辱已经过去了 那声音已经过去了 对吧 比如说 如果有人骂我们 魂脏 魂这个声音浮起来的时候 脏还没有浮现 等脏的这个声音浮现的时候 魂已经熄灭了 对不对 是我们就连贯起来 魂脏 你骂我 魂脏 那我们就很痛苦了吗 是不是 对于一个听不懂的人 其实他也不会苦 这个是我在大学先修班的时候 我就一个经验 我有一个经济学的老师 他有时候教学 教到学生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他就要骂了 但是他也知道 他有一个智慧 他知道 花骂出来都会伤人的 人家受不了 还是怎么办 你知道吗 他每次教教 你们还是听不懂 他就骂了 他的口就在那边骂了 但是就没有声音 然后我们每个人 看着都很好笑 就笑了 就这样子过去了 当然我们也说 那个好了 如果你真的心路过程里面 如果你的心路过程 真的有骂人的话 那个心路过程 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的音 但是他真的忍不住了 他觉得这些人 这么这样笨 这些学生 这么这样笨 他就 他就在嘴巴 就在骂 但是因为大家都听不懂 而且他那个模样 很滑稽 所以大家都在笑 所以你看 是不是 是因为我们懂 听得懂才苦 你听不懂 没苦的 是不是 以言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以言嘛 为什么 其实是 有些时候 你也听得懂 你也被刺激 人家更加要刺激你的 这种 这种模的角色 以前我小时候就扮演过 我小时候很调皮的 喜欢恶作剧 然后我的邻居 就两个小孩 还比我大 大的 他是印度人来的 大的叫Velabha 小的叫Velabha Vel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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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们 那你知道我们喜欢 我们小时候喜欢 刺激那个朋友 怎么看 Velabha 阿爸爸 Velabha 阿妈 就是这样 这样子 那个手还会这样子 Velabha 阿爸爸 其实我们也不懂 你去叫人家爸爸 叫人家妈妈 其实是亏了给人家 对吧 就是 如果是他有 他聪明的话 他讲 乖孩子 乖孩子 这样我们反而吃 如果要讲 反而给人家占便宜 对吧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模样 就刺激他 阿爸爸 为了妈妈 他反而觉得 为什么我是你的爸爸 为什么 他就很生气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 我们其实自己都给了自己的卖便宜给人家了 但是呢 就是人很奇怪 那种魔鬼的心 你知道吗 就是我刺激到你 我就更开心 看着你在那边跳 我更加要叫你爸爸 叫你妈妈 你看多愚蠢 这魔的心就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那种就是一种魔的心 你知道吗 就是专门喜欢惹你火 你火了 我更加高兴 如果我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这个爸爸妈妈 跑过来 哎 乖孩子 你乖 给爸爸找一些食物来吃 还是什么 那我反而觉得 我吃亏了 因为我看他很开心 如果我骂他他开心 我反而可能 就达不到那个魔的作用了 对吧 但是我们就是 因为看到他被刺激 我们才开心 我们就是要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要刺激你 就是用语言刺激你 你为什么要中招 不要中招 你骂我混账 我也是笑笑 谢谢你 谢谢你 所以有些时候 看你的心怎么样 当然有些东西 也不一定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转性的那种效果 转性的力量 这个我讲到一个很绝的 一个历史上的事情 有一次在英国国会 那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概那个时期 你们知道丘吉尔吗 丘吉尔就是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的首相 他这是决定出名的人 有一次在国会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国会议员 就讲他 大家辩论辩论辩论 但是他的口才太厉害了 你别摸啊 结果这个女的国会议员 就耍麻了 就讲 如果我像你这样的人 如果我是你的妻子 我会在你的食物里下毒 给你死掉 根本 如果我是你的妻子 我会在你的食物里下毒 他坑都不坑生 烦恼都不起 他也不生气 他就笑笑 他就说 如果我是你的丈夫 我会把那个食物吃掉 就是我不想活了 有这样的老婆 我不想活了 你知道吗 我不是叫你们要这样犀利的回应 然后做人也是太犀利 也不好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往东话讲 不要再犀利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是一种 你看 语言是看你怎么看待 你要被刺激 你可以被刺激 你要转心 可以转心 你要起善定 可以善定 你要对他慈悲 可以对他慈悲 所以 其实我们这个叫做 如理作业 生命里面不一定要 把每一样东西 看着那么辛苦 那么 是不是 我要讲的 传达的最重要的讯息 就是很多东西 是看你怎么样去看待 你的心怎么样的看待 用不着 每一样东西都要去苦 你有心 不要苦 只可以不要苦 心的转变也是可以 是这样 所以回到生活中 最重要我觉得 你记得 如果你很多东西 你忘了 都没关系 记得一样东西 死心是带给我们苦的 不要死心 以真心待伦 然后呢 人世间 不要一直在追求 我得到什么 其实我觉得付出比较快乐 付出很快乐 不要一直 总是要得到 得到 其实你一直付出的人 也许你没有马上得到 但是你一直付出 付出 付出 也许偶尔有人 对你恩将仇报 但是不要紧 还是付出 如果你真的 对英国有信心 时间一久 你的生命会好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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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实的 真实的 所以对我来说 如果在人际关系里面 在你苦跟我苦之间 我选择好了 让你好 把好的给你带走 让我做那个受苦的那个人 不要紧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受苦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心转一转 也可以不苦的 只是失去一些东西而已嘛 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生命里面 不要紧真 有时真了 也不快乐 是不是 有些人很有财富 但是呢 还是整 一点财产 还是觉得要整 整了 其实也不快乐 何必去整 很多时候 让一让 人家要好就给他 不管你是谁 合理不合理 人生在世 真正你从因果上想 你对人家好 或者你吃一点亏 但是呢 在因果上 因果不会少你的 真的 他也许不是一世马上见效 他不是这一世马上摆平 那个因果关系 有些会 有些不是马上 有些可能用更长的时间 但是你要对因果有信心 你的生命就会更好 所以一点点委屈 有什么要紧 吃一点苦 有什么要紧 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这是一点 所以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的善良和美德 付出代价 我们又要不一支财 又是要得到不该得的财富 但是呢 我们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又要有美德 又要别人信任自己 怎么可能 没有这样的事 是不是 又要贪小便宜 贪便宜 不要 所以我觉得人如果能活到自己 尸体下面对自己的时候 也是安然 觉得我有尽力了 虽然我不圆满 但是我真的有做一个努力 一直在进步 做一个好好的人 我真的有真心的为别人 慢慢你的心里面会有种踏实 受委屈总是会有的 因为无始以来 我们造的恶也数不尽 真的 有些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有一些昆虫啊 蚊虫啊 我只是觉得好奇怪的 有些时候那些众生 咬我比较多 旁边的人都不咬 后来我回想 以前也是那些杀蚊子啊 杀众生 也是蛮多的 也是杀圣 所以是这样 有些时候 不要只是在埋怨 为什么我不如意的事情找上我 问一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对不起别人 我们有没有伤害到别人 有些时候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有的 有的 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处于好意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的好意 因为没有智慧而伤到了别人 有 有没有 有 所以生命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 你要什么 你们生命里面要什么 是不是 财富 这个时代基本上人们生活还算是不缺 比起那些 中东啦 一些战争的地方 我们好很多 基本上大家吃的穿的都有 就是 苦都是人际关系 很多苦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父母 孩子啦 夫妻啦 朋友啦 老板的员工啦 等等 都是这些苦 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得到不合理的对待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也有不合理的 对吧 所以检讨一下 多检讨自己才会进步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智慧就是 在任何一个处境 你遇到的时候 告诉自己 我怎样能够做得更好 这个处境我怎么做得更好 怎么以最强的心 让我自己生起最美的心 最真的心 最强的心 最善良的心 我们要这样子 问自己 那就做这个就好了 让自己 时时刻刻在音上做得最好就好了 那不要想很远的事情 过去的委屈 过去的对跟不对 这么重要吗 未来这么重要吗 现在做对 你的未来就有保障 这个是一点 随于简单的一些生命的智慧